基隆新山水库今年2月6日趁管路参购时卸掉蓄水 同月15日完成修复后重新蓄生 台水每日抽取基隆河10到12万吨原水入库 基隆地区用水则先调度北水处清水及供疗宴之源 以此加速蓄生速度 目前水库蓄水量已回升超过61% 台水总经理李嘉荣表示 过去将近两个月蓄生期间正值台湾东北部风水期 封面降雨带来丰沛水量 新山水库每天蓄水率平均提升近1.12个百分点 预估至5月底前即可达满库目标 新山都是利用每年9月中下旬东北季风封面系统 到隔年的6月梅雨季结束期间来蓄生水位 等7月进入枯水期后 就可以让水库增加出水 补足基隆河日渐减少的川流 经济部已于3月1日成立旱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台水表示 除严密监控辖管新山、永和山、仁义潭、南化、凤山等全台共21座水库外 未来亦配合旱灾管控 财新优先使用川流水、蓄存水库水原原则